那我要是非要见她呢 那就没办法了 干什么啊 快来来 拉着 别打了 别打了 快拦住她们 拉开 子豪 别打了 别打了 快拉开 拉开 别打了 别打了 放开 放开 子娜 放 你们在干什么 怎么回事啊你们 放 她又没有拍戏了 我就是看她不顺眼 没关系 反正我坏人当习惯了 我告诉你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欺负女人 散什么本事 有没有怎么样 他打你哪里呀 什么态度 手 手啊 脸呢 没有 子豪 你刚才是不是 有点太过了 这要万一让媒体看见了 我又得挨个去公关 走 别烦我 宋子豪 你怎么来了 不是让你回去休息了吗 你为什么打四大 我看过剧本的 就是你自己家的戏 走 跟我们四大道歉去 道歉个六饼啊 我凭什么跟她道歉 该道歉的明明是她 她根本就没有把你放在眼里 根本就不关心你 你还心甘情愿地 被她使唤来使唤去 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 你脑子才有问题呢 这是我的事 不用你管 你就那么喜欢她 没错 我就是这么喜欢她 不管她怎么对我 我就心甘情愿地对她好 那我呢 你 你要是去跟四大道歉 保证以后再也不这样对她 那 那我再考虑一下 跟你做朋友吧 你到底有没有搞清楚状况 谁喜欢跟你做朋友啊 沈先生我不想跟你做朋友 我喜欢你听清楚了 我喜欢你 你 我就是看不惯四大那么对 因为我喜欢你 我心疼你 沈先生 做我女朋友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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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病吧 我不告诉你啊 我们现在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我可是宋子豪啊 多少你都想做我女朋友 我刚向你表白 你居然骂我有病 不是沈先生 你身边脑子有问题啊 我 四大 你先自己看一下啊 沈先生 沈先生 你给我站住 沈先生 你给我站住 别跑 沈先生 这个今后怎么做专业的经纪人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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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命了 我问你 你为什么躲我 你让开 你不告诉我 为什么 我就不让你走 我已经跟你说了很多次了 大哥 我们已经不是朋友了 让一下 就算不是朋友 你也不注意介绍我就跑了吧 啊 沈先生 你对我怎么这么无情啊 你是个大明星 你大明星不缺人喜欢的 也不缺我这一个朋友 那四大就缺你这个朋友了 凭什么他能跟你做朋友 我就不行 你也不想 因为我知道 和喜欢的人 只能做朋友有多难受 我虽然不喜欢你 但是 我不想让你和我一样难过 我乐意 我心甘情愿 我透明快乐着 我就喜欢你了 你管得着吗 我跟你真的 我说不清楚 让开 不做朋友也行 你要是愿意放弃思达 我就放弃你 宋子豪 你真的有病啊 我凭什么要为了你放弃思达 那就没办法了 那我只能继续喜欢你了 你干吗 君子都口不动手 沈金山 你还真够动手啊 沈金山 你真是太造次了啊 我跟你说啊 我可是大明星宋子豪 打你个头啊你 总裁 我警告你 不许再喜欢我 以后你说一次 我打你一次 我就喜欢你 还说 我喜欢你 你还说 我喜欢你 你再说 我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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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嘴 我爱你 你自己待着吧你 我爱你 小丫头 腿那么短还学人逃跑 我怎么不喜欢上这种傻女人呢 这部戏的合同已经签了 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要么留下来乖乖演好你的戏 要么自己负责巨额的违约金 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要么留下来乖乖演好你的戏 要么自己负责巨额的违约金 我自己负责 剧本都乱扔了 你怎么来了 不用去伺候四大 厂屋把四大东西放错了 我来收拾拿走 你没事吧 我感觉你脸色特别不好 干嘛 现在知道关心我了 谁关心你了 我是看这儿就咱俩 怕你出了事连累我 放心吧 我不会连累你的 反正出了事 也不会有人关心我 那个 我跟四大明天就要走了 你 一定要好好拍戏 别动不动就给别人脸色了 这样会影响到你的 知道了 知道了 真是跟读过若南学坏啊 越来越唠叨了 不识好人心 你等等 你 你这就要走了 对啊 四大跟若南姐还在门口等着呢 可是你们走了 这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一个人 其实挺孤独的 你要一个人无聊了 你可以来找我 但是是在你好好拍戏的前提之下 真的 当然了 我们是朋友嘛 虽然有时候你还挺讨厌的 但是我是不会抛弃朋友的 谁跟你是朋友啊 我再不需要朋友呢 我再不需要朋友呢 谁跟你是朋友啊 我再不需要朋友呢 嘴硬 我走了啊 嘴硬 知道了 我